那个薪水是多少? 各州有不同的薪水 我很担心的就是一个无感的社会啊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圈 总之马拉铁加退休就对了 这个人靠衣装 活靠金装 所以这点我就要再加油 大家好 我是李建聪 是两届的这个司马木的州议员 也是人民共振党全国通讯主任 请客主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凯隆 今年21岁 来自拉曼理工大学 然后是首投足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月彤 然后今年19岁 然后来自经济园大学学院的 媒体研究系的学生 然后也是首投足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反对走向在水灾的时候解散国会 可是为什么你们最后又会要参选 我们反对呢 是因为当时水灾的这个预警 还有它的种种的这个风险相当高 但接下来不是由我们去决定解散这个国会嘛 所以当对方还是硬硬要在这个水灾风险的情况下 解散国会举行选举的话 我们也只要硬是头皮去参选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三个州政府并没有同步解散 我们希望保留一些资源还有一些人员 因为如果全部同步选举的话 哇 到时一发生水灾非常困难了 所以你保留州政府的这个资源呢 可能还可以作为一个backup 为什么你会选择转换跑道 我担任了两届的这个州议员 那么累积了一定的经验 也看到在担任州议员的时候 有一些瓶颈是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教育它是属于全国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的是 学生的书包很重啊 我们的这个数学很差啊 所以这种东西在州是改不了的 它一定要去到国那边去fight 那么我们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那也有足够的一些概念跟方向 那我想在国会上 可能就可以比较无益得水啦 不要真的是去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很多人都会讲说 其实做国会议员或者是州议员都很好赚 所以其实那个薪水是多少 哦 OK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敏感 哈哈哈哈 呃 各州有不同的薪水稍微一点调整 但是大概是一万多上下 一万出上下 那么国会议员呢 加上所有的今天呢 就在大概两万上下 我就想问一下 假如你不做YB 这样你会去做什么 输业 没有啦 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过要做YB 嗯 也没有想过要当医员 可是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有经历了很多的动荡 然后我本身是华人学主席 那在文化上我也感觉到 为什么我们时常都成为一个二等的公民 这点呢就一直在引导我说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不是走上这条路的话 可能还是回到我社会的工作 这个从商或者是就打一份工哦 好 OK 现在我们有看到很多年轻人被骗去柬埔寨工作 然后就是在那边被受困 被虐待这样子 所以 希盟如果上任过后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案去解决 薪资和物价造成的这个打控骗决的问题 我认为它的始因呢 还是在于这个经济的整体的结构呢 没有转型 我们的经济停滞了 我们的薪水过去20年没有提高 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希盟要做的呢 而我们会做的肯定是会拟定这个经济 五年十年后的这个方向 我们要推动的是低碳的经济 我们要推动的是新能源自动化 所以这三样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去达到的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产生高新的工作 好 这里有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一帮人在上面大喊大叫 可是中间有隔着一个乌云在那边 然后下面的人看不清楚上面在吵什么东西 所以针对这个五元这块东西里面 你要怎样去赶走它 我很担心的就是一个无感的社会啊 就是啊你喊到怎样歇时底里了 但是我mute 掉了 你讲你的事我继续我的生活 因为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圈 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社会 那么社会还是需要连接在一起的 你有事情哦你的Instagram未必帮到你的 那不是全部社会是很多元很精彩的 我相信呢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 拥抱别人啊去认识别人啊 去感受这个温度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呢才是一个有感的社会 才是一个丰富的社会 在外币有没有想过要把上面那一层的声音给减少 因为很吵是不是 呃有一点点 我觉得选民下面上面也好 要继续的监督咯 所以上面的东西很吵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民的 也不要觉得说mute 掉它 外币我之前好像不是很认识你 假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给我拉票 那么你会跟我说什么 是说在妈妈当啦 遇到你们对不对 呃我会拿这个吉他 然后我会跟一群朋友唱歌 可是过后呢我们就会发一个卡在你的桌子上 我们不会跟你讲话 we are not asking money from you but we need to make a change 这样的一个卡放在你桌子上 我会觉得要认识一个人 不一定要通过browsha leaflet name card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大将他下山打老虎 可是他去到老虎圈的时候 OK 他在老虎圈死了 所以大将的这个部落 他要怎么样的去延续他生命 OK 首先我们要哀悼一下这个大将 他很惨耶 我觉得这个部落派那个大将下去第一 这么只有他一个人下去打 所以肯定这个部落的领导方式出了一点问题 这个部落呢应该要去 不只是推举新的一个将军 他应该要想策略 要怎么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因为你要打的是老虎嘛 敌人嘛 那你一定要去团结这个力量 大家一起去打 肯定的嘛 这个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他有一定的效果的 所以这点我就处于一个掠势 要再加油 人都是看颜值的 可是看颜值的前提是 他的政策要很好 所以他才能有一个加分项 我选NO 是因为我觉得 我更看重的是 那个人的能力啦 因为颜值有时候 看久了也是会腻的啦 还是能力比较重要 你那里工情团更有实力 其实因为主要是工情团 我很像没有什么看到他们 Muda是最近蛮多新闻之类这样的 然后假如都没有什么出现在网络时代的话 这样就感觉也没有什么实力 Muda 他是相对自由的 而后工政党他上面还是有人 有安华有其他 RappiZ他们在上面 可能是控制他们 所以他实力可能会有限 好作为一个局内人呢 当然我会讲工情团是比较厉害的 工情团呢在过去 是比较多领袖是经过历练的 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是做事的人 请问你们知道安华和马哈迪的恩怨吗 可以这样子吗 我会这样子是因为我知道一半不知道一半 好像烈火莫西我有听过 可是我没有真正感受到 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 或者是那个社会的那个愤怒这样子 如果你要讲我真的是了解他们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应该也是这样子啊 跟卡隆超文一样 就是大概知道一点点 总之马哈迪一家退休就对了 心理比工作环境更重要 现在这个风格应该是全部都是看薪水比较多吧 假如环境多好的话 薪水太少也很难生活这样子 我比较多的是看在工作的环境跟潜能啊 有很多的工作一开始可能它的底薪不是那么高 可是学习的这个机会 还有它以后的爆发的潜能是很大 那就这点而言呢我觉得是 一开始薪水第一点是可以接受 我以过来源身份来说 我是很珍惜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的 有一个好上司欣赏你的 然后给你空间发挥 里面没有性别歧视 没有这个职场霸凌 我可以我可以换立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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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选党还是选人 这一点你怎么看 以我本身来讲我会先去看党 看了党过后呢 我再看那个人 我本身是和月同不一样 就是我是看人先才去看党 那如果人他做得好的话 OK 如果我在看党的理念 如果党的理念是符合我的 那我就直接偷他 我就不用质疑了这样子 嗯 OK 老人或者中年人 你们认为要怎样可以贴近年轻人的时代 还有贴近他们的心 我本身的话 我是觉得要推这些政策 是跟年轻人有关的 那比如说其实我是本身啊 我是觉得环境的这一块是需要去推 还有公共交通这一块是需要去推 那我希望就是在以后有政党 或者是有政府呢 能够在这一块去推动 然后让年轻人用他创业的方式去参与 对于我来讲其实跟他差不多也是政策上的 最新的预算案讲会派一些电子钱包给年轻人 这个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也算是一个贴近年轻人的方法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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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